市長怎麼看說昨天影落地的時候 這個淡水就發生民宅的活徑 然後今天上午好像土層有槍擊案 在昨天大概將近12點的時候 我接到這個新北市消防局的報告 我在第一個時間立即指示消防局長 還有副市長以及在現場救災的同仁 趕快迅速的理解整個救災的過程當中 所有的傷者跟往生者 我們如何照顧好他們 也要他們迅速調查起火的原因 所以從昨天晚上12點到凌晨3點 我都密切跟新北市的火災 以及相關新北市政的議題做了充分的掌握 所以大家放心 我雖然人在新加坡 我還是心記著新北市的大小事 我們一切大家都會同力合作 讓新北市的安全能夠做好 所以我們副市長已經做了關懷 也做了委會更重要的 在後續的相關議題上 要做好妥善的處理 在疫情輸完以後 台灣面對疫後的 不管在經濟、產業、甚至國際情勢上 都面臨很大一個挑戰 所以新北市為台灣最大的城市 我們當然不可能自身於國際外 我們必須要創造更多的條件 新北市要躲出去 要讓台灣也被看見 重視中華民國 而尤其新北市長期以來 跟新加坡有非常密切的往來 我們不管在城市經驗的交流 以及都會的距離 我們都做長期的一個合作 當然新北市就是一個多元文化 族群環境共有的地方 也是台灣的所有 中華民國其實跟新加坡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它不但有歷史的軌跡 也有族群融合 更在國內外部的所有的情勢上 大家都有一樣的情形 所以中華民國跟新加坡 在整個交流的過程當中 足得我們很多反思跟借鑒的地方 所以這一次我們的出場 最重要的是以深化關係 創造對話開放心情 為我們最大的核心目標 讓我們新北市與國家人民的利益 為最大優先的考量 我們要看到新加坡有很多的長處 新加坡的面積輪活 可能不是大國 但是他們在國際金融外交實力的展現 就像大國一樣具有高度的影響力 除了這個部分以外 在經濟產業的實力上 建過成新加坡為一個安全的保衛 也讓全世界不忽視 不可能忽視新加坡在國際上的地位 這些都是值得我們去做好借鑒的地方 尤其我們國家現在面臨外面的情勢 內部有相對的挑戰底下 每一個人 每一個城市 都要扮演國際外交的角色 讓多邊友好的關係 能夠友邦入民 讓我們國家被看見 所以這一次雖然是以城市外交為主流 但是確實要讓大家 因為新北市的努力 扮演中華民國更好的關鍵角色 這是我們的責任跟義務 所以我們不但會主出去 更重要的 我們要讓中華民國再次起飛 就從新北市做起 我們會繼續努力 繼續加油 好 謝謝 謝謝大家 市長今天下午又要出訪了 心情怎麼樣 有沒有可能見到這個新加坡的高層 像是這個易顯龍等等 而且今天是工作到最後一刻 市長看起來蠻累的 謝謝 沒有啦 其實我的工作平常就是比較多 這段時間謝謝大家 其實我們的行程 市政的行程還是不能停一些 所以今天我的市政的行程還是蠻多的 所以我覺得市政還是反而反在地 那新北市是一個國際的一個大城市 那新北市在日後經濟的發展 我們要跟國際接軌外 也要互相來學習來參與 那新加坡 那新加坡在整個國家的治理底下 其實它的經濟 財產業的發展 是全世界當然可以看不見的 不管是它的金融科技產業 甚至包括它整個人才的原意 輕人創業 都值得我們很多接近的地方 那新北市在一個大城市的一個永續 以及我們多元族群的環境底下 可以跟新加坡大家彼此互相亂動 讓新加坡也能夠多多了解新北市 那趁這個機會讓大家看見 世界也能夠多認識台灣 讓我們自己非常有自由性的走路去 那其實我們跟新加坡這些所有公司部門 我們都有長期的護防也有長期的教育 所以到新加坡其實我們都非常熟悉 那未來在整個發展上 我相信藉著這一次的參與法 我們會跟他們不斷在做借接 也利用這個機會到新加坡去了解 關心我們的國人同胞們 在新加坡的創業 以及他們的工作機會 還有哪些新興的科技 可以進到台灣來投資跟策略的布局 這也是我們都要去看的 所以這一次我非常謝謝 我們青年創業也好文化創業 包括我們的這個科技 還有這個經濟產業的心情態的布局 我們都已經謝謝這個新加坡 也有做了一些妥事的安排 讓我們四位努力所長 都會跟他們做好借接 然後大家一起在努力合作底下 希望我們新變成國際化 展現的力量更任性 那市長選在新加坡 是否會針對台灣的國際情勢 處境發表言論 那市長兩岸論述會是說 其實台灣的國際情勢 我們大家都很清楚 我們有地人政治的關係 那也要扮演台海區域的穩定 那這些穩定 也是攸關整個東亞地區 甚至印太平洋 整個連線上所扮演的一個 關鍵的位置上 那這些我們都很清楚的了解到 我們最深層的位置上 那新加坡在整個國家的發展上 他們非常有自信 自立也自強的往前走 其實我們可以藉這個機會 大家那個面聊一聊 那希望我們在整個 全球化的過程當中 我們都要扮演 我們要有信心跟大家借接 而且是能夠穩定一個區域的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角色 我這一次到新加坡去 在整體的安排 最主要的 我們會去參訪 南洋理工大學 也是新創的基地 除了參訪新創的基地 也會拜訪 新加坡的公司部門 有一些相關的 急促 我們都會去做訪問 了解他們在金融的發展 甚至包括我們會 跟當地的青年朋友 一起進行做談會 來了解海外 創業跟就業的機會 青年如何開創自己的天地 甚至包括我們在推動的 SDGs 性別平等相關的議題 我們都會全力的 跟國際來做借接 尤其我們這一次 比較特殊的是 我們新北市 剛好是四位 最優秀的領力首長 一起出銅 去奏交往 這展現是我們的性別平等 更重要的 在國際外交 經濟產業 文化創意 青年創業 就這四個面向 跟我們各舉出來 就有借接 未來我們的交往 一定會更生日 更密切 也讓我們新北市 對國際來看見 市長這次選擇出訪新加坡 那是因為過去兩岸 很多淵源在新加坡嗎 是不是要宣示自己的 國際政策路線 走美中等去 那未來下半年 有沒有可能也出訪 美國跟日本 新北市跟新加坡 長期來是友善密切的互動 尤其我在四年前 特別到新加坡 泰國越南去做參訪 這當中也見識過 新加坡在不斷墜變過程當中 看到他們的青年創業 文化創意 經濟產業的整體補給 尤其我鼓勵台商 也能夠回到台灣 做策略性的補給 所以這四年來 其實雖然在疫情的延續底下 我們還是在線上 也不斷的做交流 那這一次疫情舒緩以後 除了我們在推動的 迎新未來城 跟新加坡學習一塊 新加坡在疫後經濟的過程 在整個開放星期一 以及在整個新創 青年就業 人才的便宜方向上 在腳步有沒有做事調整 我們要彼此之間 大家要互相學習 幫我們新北市的整個 新加坡配合裡面 有很多城市的交流 都是大家攜手合作 像新北的歡樂一旦城 和整個光雕塑 就是新加坡的投影來幫助的 未來新北市向城市一季節 也今年的台灣設計展 我們都會希望大家彼此交流 也讓新北市 對新加坡大家彼此的交流 互相理解 共同攜手 創造後果 也讓世界看到我們台灣